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容其实差不多 但现在主要的讲的是纽约 而且过去的时候呢 没有现在的武汉区域 现在有了武汉区域 有一句话 病毒带到全世界 那现在我们在纽约就说 病毒带到了纽约 买光了纽约的防护用品 海外华人 回中国探亲过年 理所当然应该的 来到纽约要隔离四十天 那有的会隔离一个月 没事 那有的呢隔离三天 有的没症状 就出来了 确实没症状 这个病的缺点 对大的问题 就是它没症状 也不磕缩也不感冒 对多打两个喷嚏 没事 完了 你打两个喷嚏 喷到门上 别人一推门 碰到手上 一只鼻子 一挠眼睛 回家 干啥了 有更多的无症状的 出现在这个纽约 所以 纽约发过 接着目前我看的数据是7102个纽约州 比例非常的高 纽约的华人很多 当然说了 那病毒不只是中国人带进来 纽约人去伊朗给带过来 还是 这是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买光了纽约的防护用品的 是华人 不是去这个伊朗纽约的人买光的 他买他就买一个带出去 都寄回中国大陆去了 现在 医生 像专业的医生 专门看这个武汉肺炎的 政政务 的这些科室的人员 这个呢 政府的 这个防护用品是够的 但是 像 我们的家庭生 牙科 儿科 这些普通的 小真鼠啊 就是一两个人 医生就一两个 后数有三五个人 加在一起七八个人 他们的防护用品 你们买光了 他们买不到 他们也没有时间 天天出去 这一家商店去转一转 那边去找一找 订货就订 那么人家三天到 就三天到 五天到 五天到 有的十天到 十天到 他没办法 他就得等着 那现在突然 多了这么多病人 那来看牙科的 来看儿科的 那可能就是带病者 那就会传染给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医生 一旦得病了 我的 家庭医生得病了 没办法 我就得去别的家庭医生 我就得换一个家庭医生 这样大姐呢 越来越急 越来越急 大家就去这一块区 耗费了我们的医疗作员 所以很多人说 反华 排华 中国 武汉肺炎 他们叫中国 中国肺炎 中国病毒 中国肺炎 这个川普说的 他说这个排华 但问题是 命运之位 你做的是什么 当然现在呢 说这些 也没有多少用 更多的是 建了一些安保群 我也建了一个 我这地方11358 建了11358的安保群 原来很多熟悉的人 都不知道住附近 现在一拉群才知道 就住我附近 虽然朋友不少 然后大家拉进来 出现意外 大家可以有一个湖区 当然美国 国难一般比较好 有一些呢 这一个歧视人的现象 被吞在 吵架的 甚至于 抢劫的 抢劫的不是什么 抢劫华人 就是这个歧视 它是因为 华人有钱才有抢劫华人 你要是说 这个 意大利人有钱 才抢劫意大利裔的 非洲裔的 有钱才抢劫非洲裔的 这个 这个抢劫的 他不 他不看这个 华人 他是看有钱 但是呢 安保群呢 我们可以注意这个事 就说呢 因为华人很多漏妇的 这个呢 大家就要互相帮助 所以我就见了安保群 我看了有好多安保群 化身之久 大家团结 民心自卫 对着几阳心 乳格式 大家有多余的 还没有忌讳 或是忌讳去 没用完 能忌讳的这些设备 这些口罩 这些防御用品 可以给你的家庭医生 可以给你自己看病的 儿和医生 可以传给他们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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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